社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修正日期 民国99年5月26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社外民事 本法未规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其他法律无规定者 依法理 第二条 依本法应適用当事人本国法 而当事人有多数国籍时 依其关系最切之国籍定其本国法 第三条 依本法应适用当事人本国法 而当事人无国籍时 适用其住所地法 第四条 依本法应适用当事人之住所地法 而当事人有多数住所时 适用其关系最切之住所地法 当事人住所不明时 适用其居所地法 当事人有多数居所时 适用其关系最切之居所地法 居所不明者 适用现在地法 第五条 依本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 如其国内法律因地域或其他因素有不同者 依该国关于法律适用之规定 定其应适用之法律 该国关于法律适用之规定不明者 适用该国与当事人关系最切之法律 第六条 依本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 如依其本国法就该法律关系需依其他法律而定者 应适用该其他法律 但依其本国法或该其他法律应适用中华民国法律者 适用中华民国法律 第七条 设外民事之当事人规避中华民国法律之强制或禁止规定者 仍适用该强制或禁止规定 第八条 依本法适用外国法时 如其适用之结果有备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不适用之 设外民事法律适用法 修正日期 民国99年5月26日 MP3 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二章 权力主体 第九条 人之权力能力 依其本国法 第十条 人之行为能力 依其本国法 有行为能力 人之行为能力 不因其国即便更而丧失或受限制 外国人依其本国法无行为能力或仅有限制行为能力 而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行为能力者 就其在中华民国之法律行为 视为有行为能力 关于亲属法或继承法之法律行为 或就在外国不动产所谓之法律行为 不是用前项规定 第十一条 凡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国人失踪时 就其在中华民国之财产或应依中华民国法律而定之法律关系 得依中华民国法律为死亡之宣告 前项失踪之外国人 其配偶或直系写亲为中华民国国民 而现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者 得因其申请依中华民国法律为死亡之宣告 不受前项之限制 前二项死亡之宣告 其效力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十二条 凡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国人 依其本国及中华民国法律同有受监护辅助宣告之原因者 得为监护辅助宣告 前项监护辅助宣告 其效力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十三条 法人 以其具已设立之法律为其本国法 第十四条 外国法人之下列内部事项 依其本国法 一 法人之设立 性质 权力能力及行为能力 二 社团法人设缘之入社及退社 三 社团法人设缘之权力义务 四 法人之机关及其组织 五 法人之代表人及代表权之限制 六 法人及其机关对第三人责任之内部分担 七 章承之变更 八 法人之解散及清算 九 法人之其他内部事项 第十五条 一中华民国法律设立之外国法人分支机构 其内部事项一中华民国法律 涉外民事法律试用法 修正日期 民国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MP3 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七九八六 第三章 法律行为之方式及代理 第十六条 法律行为之方式 依该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 但依行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 亦未有效 行为地不同时 依任意行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 皆未有效 第十七条 代理权系以法律行为之法律行为之法律 其代理权之成立即在本人与代理人间之效力 以本人及代理人所明示何意应适用之法律 无明示之何意者 以与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底之法律 第十八条 代理人以本人之名义以相对人为法律行为时 在本人与相对人间 关于代理权之有无限制及行使代理权所生之法律 效果 以本人与相对人所明示何意应适用之法律 无明示之何意者 以与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底之法律 第十九条 代理人以本人之名义以相对人为法律行为时 在相对人与代理人间 关于代理人依其代理权限 逾越代理权限或无代理权而为法律行为所生之法律效果 依前条所定应适用之法律 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 修正日期 民国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四章 在第二十条 法律行为发生债之关系者 其成立及效力 依当事人义私定其应适用之法律 当事人无明示之义私 或其明示之义私 依所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 依关系最切之法律 法律行为所生之债务中 有足为该法律行为之特征者 负担该债务之当事人行为时之注所递法 推定为关系最切之法律 但就不动产所谓之法律行为 其所在地法推定为关系最切之法律 第二十一条 法律行为发生票据上权利者 其成立及效力 依当事人义私定其应适用之法律 当事人无明示之义私或其明示之义私依所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 依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者 依附款地法行使或保全票据上权利之法律行为 其方式依行为地法 第二十二条 法律行为发生只是证券或无记名证券之债者 其成立及效力 依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者 依附款地法 第二十三条 关于由无因管理而生之债 依其事物管理地法 第二十四条 关于由不当得利而生之债 依其利益之受领地法 但不当得利系因几负而发生者 依该几负所由发生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二十五条 关于由侵权行为而生之债 依侵权行为地法 但另有关系最切之法律者 依该法律 第二十六条 因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费至生损害者 被害人与商品制造人间之法律关系 依商品制造人之本国法 但如商品制造人事前同意或可预见 该商品于下列任意法律施行之地域内销售 并经被害人选定该法律未应适用之法律者 依该法律 一 损害发生地法 二 被害人买售该商品地之法 三 被害人之本国法 第二十七条 市场竞争之序因不公平竞争或限制竞争之行为而受妨害者 其因此所生之债 依该市场之所在地法 但不公平竞争或限制竞争系因法律行为造成 而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较有利于被害人者 依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二十八条 侵权行为系经由出版广播电视电脑网路或其他传播方法为之者其所生之债 依下列各款中与其关系最切之法律 一 行为地法 行为地不明者 行为人之住所地法 二 行为人的预见损害发生地者 其损害发生地法 三 被害人之人格权被侵害者 其本国法 前向侵权行为之行为人 系已出版 广播 电视 电脑网路或其他传播方法为营业者 依其营业地法 第二十九条 侵权行为之被害人对赔偿义务人之保险人之直接请求权 依保险契约所应适用之法律 但依该侵权行为所生之债应适用之法律的直接请求者 亦的直接请求 第三十条 关于由第二十条至前条 以外之法律事实而生之债 依事实发生地法 第三十一条 非因法律行为而生之债 其当事人于中华民国法院起诉后 何以适用中华民国法律者 适用中华民国法律 第三十二条 债权之让与 对于债务人之效力 依原债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债权附有第三人提供之担保权者 该债权之让与对该第三人之效力 依其担保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三条 承担人与债务人定立契约承担其债务时 该债务之承担对于债权人之效力 依原债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债务之旅行 有债权人对第三人之担保权之担保者 该债务之承担对于该第三人之效力 依该担保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四条 第三人因特定法律关系而为债务人清偿债务者 该第三人对债务人求偿之权利 依该特定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五条 数人附同一债务而由部分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者 为清偿之债务人对其他债务人求偿之权利 依债务人兼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六条 请求权之消灭时效 依该请求权所由发生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七条 债之消灭 依原债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涉外民事法